提到宋佳,网友们都会反问一句,哪个宋佳,因为在娱乐圈里,有着两位颜值和演技俱佳的女演员,最有缘分的,还是有着一模一样的名字。 一位如今已有56岁,而另一位则是38岁,所以为了区分他们,便有了大宋佳和小宋佳,而今天,我们就了解一下我们的百变天后小宋佳,为何这样称他呢? 小宋佳在偶然中报告了上海戏之十月表演戏,最终他上了演员这条道路,刚出道便和刘佳玲合作了电影好奇害死猫,获得第26届中国电影金基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,2013年还凭借电影肖红击败张子怡的一代宗师,成功拿下金基奖最佳女主角,小宋佳的名气一点点提升,出道多年,人物角色百变, 尤其是和刘德华主演的拆弹专家,一会儿是性感的宿醉美女,一会儿是朴实的小学老师,造型角色切换自主,让人们不得不佩服他的演技,小宋佳不仅仅是在戏中百变,在生活中也可以说是百变天后,在跨界歌王里,他就像是一位专阶歌手,身着淡紫色的复古演艺群站在舞台上,用歌声征服观众,惊艳全场, 声林奇境中,他就像是一位专阶配音员,和朱亚文合作的他,用魅惑的声音吸引着观众,可以说最后朱亚文最后能够夺冠,小宋佳有着很大的功劳,可在感情方面,小宋佳就是波折不断,和陈龙的一段情,低调的开始,低调的结束, 而第二段恋情使他陷入插足张黎和刘薇的婚姻的丑闻,因为小宋佳出演了许多张黎的剧,所以更有选者,说他与张黎的关系非常,虽然也有拍到他与张黎亲密的广街的照片, 但是具体的真实情况不得而知,也有网友说,小宋佳一直火不起来,就是因为这段老少恋而被人诟病,直到去年,小宋佳把微博的内容疑似和音乐人黄绍峰交往,不知道这次,小宋佳能不能顺利找到真爱,被称为中国最会穿衣的女人,的小宋佳一品一流,搭配完美身材,简直就是女孩子梦寐以求的样子, 每套衣服被他搭配后穿在身上,都会有着不一样的感觉,让人眼前一亮,而且小宋佳的穿衣风格百变,既可以酷酷的,也可以性感优雅的,真是让人佩服,从小宋佳身上,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一个词,自信,都说自信的女人最美,这样一句话放在小宋佳身上再合适不过了,性格直爽的他独具魅力,容易吸引人们, 我们的目光,也希望现实生活中每个女孩子都能够自信的做自己,不要过于在意别人的言论,这样的你才是最美人的。